3月30号就是前总统李登辉逝世一周年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日前接受产经新闻专访时透露 如果情况允许 他想要到台湾亲自调研 外交部第一时间表达 会全力提供必要协助 为日本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朋友 惊喜献身线上会议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授界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上 重申台湾重要性 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立法院长尤锡坤 全程参与两人意外同框 而安倍不只持续对台释出善意 更表达想要亲自访台 7月30号是逢前总统李登辉逝世一周年 怎么样都想要亲自调研 这位政坛大前辈 我会跟父亲做个报告 安倍前首相跟我父亲 可以说形同父子 希望这件事情可以顺利完成 安倍曾多次会晤李登辉两人感情深厚 2010年来访时受了李登辉鼓鼓 更二度担任了首相 去年因为疫情和自身健康状况 无法来访 今年排除万难 我国外交部也乐于提供协助 鼎力协助台湾 促成日本政府三次及时出援我国 外交部申表欢迎 日本前首相来访 除了调研李前总统 学者分析安倍虽然卸任 但仍有崇高政治地位 博者安倍期望访台 美国前国务卿庞皮欧也在邀约名单 先前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 我国中南美洲友邦高层 甚至传出斯洛伐克也有访台计划 随着国内疫情趋缓 台湾跟国际友人的互动也更加频繁 志浩昌先生台报道